歡迎回到新聞大白話的節目現場 有一個人叫王浩宇 他到底怎麼了 常常做出一些 讓人家覺得非常驚奇的事 包括了他難道沒有看到 丁一鳴的下場嗎 丁一鳴說人家皇家牛肉麵 有用來牛 是烏鎬 還要去問訊 那現在他怎麼又來了 他去說人家大賣場賣的牛肉 有瘦肉筋 對 其實與其說 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不如說蘇貞昌這台車 煞車皮已經沒了 我不知道講你聽得懂我的意思 就是蘇貞昌那種方法 就是蘇氏的那種暴衝 攻擊 抹黑的造謠 梗塗方式的政治風範 已經停不下來了 因為他已經習慣訓練這一批人 就是用同樣的模式 王浩宇是不是當初曝光的 那個方式其中一支 對不對 你還記不記得 王浩宇 王定宇 焦糖 還有其他兩個側衣粉磚 他們就是整個梗塗供應系統 其中一支 這已經訓練 他上來到線已經兩年多了 已經都習慣了 錢子 當一個人習慣的時候 你叫他做另外一條路 他怎麼走 他不會走了你知道嗎 改不過來 改不過來 對 現在狀況就是這樣 你再跟他提醒說 浩宇 丁怡明出事了 我講那麼輕 我等一下會被觀眾 他都沒有看新聞 丁丁都出事了 你還要再做一次 浩宇比較乖 浩宇不肯 不肯 你告訴他 他聽得懂嗎 你說我沒有 我偏要 我有慣習 我遇到一個事情 我就是砰 就出去了 就跟一隻我養的狗狗一樣 你已經習慣了 告訴他 有人來要給他胖 爸爸會比較放心 他說我習慣了 有一天我們到 比較有中規中矩 家裡面養一隻雞娃娃的 不要叫 要跟人家一樣有氣質 他有辦法嗎 他一定要看到人就 就咬下去 這就是類似這樣子的狀況 訓練有素的狗就對了 對 我不是說他 我是說這樣子的狀況 我說一娃娃 我這樣會叫我媽媽 不會 不是 我用鼻鼓的 對 觀眾朋友都聽得懂 他準備燒麵 他要哭 他要哭我哭你 你用什麼 他哭比較有名 有名的就是龍健兄 是這塊 還哭你 我 你們兩個比較危險 危險 吃吃飯蛋 我必須講 不過你看這個我說真的 不管是小牛肉麵店 還是人家大賣場 人家都是一個 真的就是規規矩矩 做事的老百姓 你幹嘛去攻擊人家 你這樣是不是在攻擊 小老百姓 你看人家家樂福就說 沒有 我們這裡沒有檢出 還秀出SGS的檢驗報告 說萊劑沒檢出 王浩宇多惡劣你知道嗎 還要往死裡打 他昨天公佈了一個 16秒的錄音檔 你現在是在陷害人家公關嗎 你這是偷錄音嗎 我們來聽聽看 到底是什麼樣的內容 不過我們對議員這個說 裡面是有韓會他之前 飼養過程有用這件事情 我們是沒有 不是對這件事情有意見 我們單純只是不希望去 就是我們其實沒有想要捲進 這件事情 純粹只是基於這樣一個立場 龍姐 先問你 你有沒有被記者偷錄音過 沒有 你有假告嗎 沒有 沒有 你原諒他 因為我的人是原優心 所以我的人也不會說八十歲 我如果說不中風格 應該 像他這個做不中 我說這惡劑跟什麼程度 剛才這個錄音裡面 你能證明它是有來記嗎 金本不行 現在跟我們新聞說 你知道嗎 他說他沒有否認 人家家家一間賣中 或是家家一間五百米的店 人家用一生的心血都在這樣 可能賣中家家家二三十億 五百米家家家兩三百萬 那兩三百萬 可能就是那個家家 打拼一四人的心血 你們把拔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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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 說不然不然我們來跟他拔拔拔 這樣穿什麼 所以你要瞭解 這是可以引起一個大風波 你白白不買人弄到 沒錢沒錢 他們現在就是怎樣 已經吃了完蛋了 離空一般年 2018年叫做討厭民進黨是最大黨 所以那一年國民黨選得不錯 又捲取了寒流 經過了三個月 就2019年的三月份開始 三月十八 賴清德出來參加初選 定期就開始 變成怎樣 他們做土的 公白朝的開始怎樣 何則討厭賴清德 討厭賴清德變成最大黨 所以在他們蔡英文22%的過程當中 最後倒輸8% 正經的 那就是剛才在短短55天就幹掉了 很厲害 所以他們總開始吃豪宅之味 就是食髓之味你聽好嗎 開始用這個夢露 開始借責這些土出來去上海 上海到2019年變成 討厭什麼 討厭韓國瑜 國民黨最大黨 到後面要倒閉 之前變討厭韓國瑜 自己倒錯倒看 衝到讓你吵架架 到現在 所以我是怎樣 我對這個政府有希望就是怎樣 不管你索金銃也好 不管你王浩宇也好 你們怎麼做 怎麼白白保安妮到白炒威 做你們怎麼說 我希望駱青鐵你要出來說 我對這個有信心說 青鐵兄你是被害者 你動機是怎麼說 儲算儲算 拜託總統 你不能用萬軍對付我有沒有 你不能用國家的機器對付我有沒有 他對我 我本來還不知道 台南市政府在台北市 有一間辦公室 是讓駱青鐵去開花 在那裡八的人要聽他的 這樣對 對的都給他欺負 所以他們是用國家的主員 自己的東西 就像對付台北斐斐斐斐了 你看豪峰在那裡 豪峰其他沒有聽話的媒體 我現在煩惱五十二台後 你覺得我在煩惱什麼 煩惱什麼 我在煩惱這台 不會啦 不會啦 不要啦 罵我來 他現在有來要對付人就慘了 不會啦 那個龍健修 你知道民藝黨這個新潮的是什麼 割喉割到對 是啊 所以這個算什麼小case 不過我們現在也來問一下在地的 因為王浩宇攻擊的是桃園中立的店家 我們現在趕快來連線 這個是我們的退役少將 于北辰將軍 將軍好 天子好 劉志好 大家好 龍健修好 好 北辰好 將軍 這個 不好意思 這個王浩宇 我們今天又要提他 我知道其實你也不想提他 可是因為他真的是有點遏制 剛剛大家都點評過了 中立的家樂福被他這樣子一搞 然後還被偷錄音 那現在民眾還是很恐慌 我據說聽說有些民眾有去退貨 那您瞭解的狀況是怎麼樣 其實王浩宇的做法 我上次就說過了 他就是唯恐大家忘記他的存在 因為現在他罷免在一起 他這個罷免案在一起 所以他很怕他被忽略 他認為他只要不被討論 他就很可能會被罷免 可是他忘記了一件事 家樂福在中立 中立家樂福吃中立牛肉 吃家樂福商品的人 全部都是中立人 你是要得罪全中立人 還是想要創造中立罷免你的最高票嗎 前面行政院的這個牛肉麵的事 還沒有解決掉 你現在又來要惹中立的家樂福 我覺得蘇貞昌 你如果多幾個王浩宇 你真的不用幹了 他每天都在幫你提油交火 不斷的幫你行政院 幫你整個民進黨政策交火 王浩宇是覺得民進黨太不討厭你了 想讓民進黨全部一起討厭你 你想創造桃園罷免王浩宇的最高票嗎 我覺得你是被大家罷免急到瘋了 還是你覺得你的網路三量掉了 真的你要幫中立市民做一點事 你去把關 你去幫忙問是好事 可是你怎麼去偷錄 偷錄你跟人家對話的內容 我覺得這不但是一個 未經當事人允許 未經7月允許的一個小偷行為 你真的是不夠道德擔任一個市議員 是我們想要了解一般的選民 尤其是在桃園中立 因為我們都不住桃園不住中立 他們到底對王浩宇是怎麼想的 這個罷免案到底會不會過 這個罷免案到今天走到今天為止 王浩宇總是覺得關關都不會過 從第一階段要三千票 他說哪有那麼多討厭我 最後一下就過了 後來三萬多票他認為說 這第二階段過了才不可能 後來也過了 現在他覺得第三階段再急 他認為他也不敢說不會過 所以他現在幾乎是不提這個罷免案 反而去找其他的這一些議題來說 找那個最熱的議題 大家吵得最兇的議題 他就想一想 如果今天我能夠幫萊豬解套 那我是不是幫民進黨立了大功 所以他就去找中立加勒服的萊牛 他說這個是萊牛 人家說不對這是美牛 他說美牛不等於萊牛嗎 他說美牛不等於萊牛 他說那你裡面到底有沒有萊克多巴胺 他給人家去偷錄 人家都已經提出了我裡面 檢驗合格 那個未寒萊克多巴胺的牛肉的證明 他還要去應酷 可是我有跟人家策錄 我有錄音 那我覺得光是這一點 你是不是有違反食安法 讓中立的所有食用牛肉的百姓 會非常的擔心 非常的害怕 我覺得真的 王浩宇真的不要再提油交火了 如果你想創造最高罷免票 你直接說就好了 我幫你吹票 你一定會如願的 是好 可能這個 這個江峻要推他一把 讓他變成最高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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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將軍 謝謝您的連線 來 謝謝 北城提醒了我一件事 我真的覺得 民進黨真的要試則 可不可以把皓宇 皓宇 剛剛我跟他很熟一樣 皓宇 我當然也是好心提醒民進黨 我跟你講好像煩惱會 在撞在那時候你知道嗎 本來國民黨已經打... 現在有一個煩惱會 撞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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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 還打不起來 現在王浩宇就那支煩惱會 點起來那支 王浩宇如果咔嚓 砰 你會說起來 這一根火柴 如果真的罷免成功 我告訴你 烽火可以燎原 這支煩惱會掉下去 會比較都是火柚 整個勃爪起來 討厭民進黨真的會上來 不要低估王浩宇 被罷免的後座力 這個後座力超乎你的想像 你看這樣子的一個文章 整個已經大家非常討厭了 萊豬啊 加上剛剛北城講的 中壢區的爆炸 中壢區有幾萬選民 31萬 31萬 如果真的爆炸 因為需要的票數是 78860幾票 好 田子 如果萬一不小心來個9萬票 我跟你講那個爆炸起來 火力會非常可怕 所以雖然王浩宇有撤吻 他造成恐慌的撤吻 可是已經來不及了 你要有給人家的錄音檔 可能沒有經過人家同意 有給人家放出來 真的是非常惡劣 所以已經其實有人 已經是在桃園這裡 有人去檢舉他了 違反食安法要檢舉他 希望他可以去道案說明 跟丁一鳴一樣 他完完全全忘記 丁一鳴的例子了嗎 所以現在大家都在講政治正確 或者是說我們的決政黨 是不是控制大家 控制得非常嚴格 或者非常嚴厲 天羅地王撒下來 連立法院都這樣嗎 對於反對黨在開會 都有人在監聽嗎 今天傳出來就是林維州 今天早上在立法院 跟我們記者講說 我們國民黨在開黨團會議 居然發現有一個警察 而且我們都不認識他 我不知道從哪裡來的一個警察 在外面監聽的 這警衛隊是哪裡來的 好奇怪 保六不得回報立委行蹤 現在是怎樣 你派人來監控我們嗎 而且他們還有依稀聽到 這個在外面聽他們開會的 原警這位弟兄還講說 開完會了 開完會 怎麼會有這種事情 這國民黨變得比較聰明 跑出去錄了一下 錄了一小段 我們來看一下 不要走 你幹嘛走 你幹嘛走 還沒問完 走幹嘛 黨談大會 還沒監聽 是要不要走 行 行 還耳害怕得到 你怕什麼 對啊 沒有這麼聰明 不要走 你以為跟不到你 好 我就叫不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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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